在台北市只要花600元就可以享有鴛鴦火鍋吃到飽 現切肉片 各種海鮮 進口冰淇淋 甚至還有 啤酒喝到飽 我是覺得我們今天光是來這邊吃海鮮啊 就非常的超值了 大家好我是偷到 我們現在來到台北市這裡了 然後在我們身旁這家餐廳是火龍島 它是一家吃到飽的火鍋店 而且啊對我們身後 應該說這周遭來說 它這裡是一個社區的密食站區 只不過啊我們在台北市這種地下人醜的地方 他這邊吃個便當可能都要100多塊 可是啊在這邊的火鍋店 他今天中午 我們只要用600元就可以 喝到啤酒吃到茶跟大子 哈囉蝦蝦蝦蝦 欸欸欸你好 我要看你的皮膚喔 欸謝謝啦 還有這邊 還有說各位啊 雖然我們不是數學頻道 但是我們聽到這個價格 還有他所提供的項目 這 是不是感覺 很划算啊 那等一下我們就進去吃吃看 他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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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應該舒服了 我們現在喝喝看番茄湯 感覺就是有一股淡淡的番茄香而已 味道不是很濃啊 雖然說麻辣鍋的味道 它沒有像我們之前吃的連鎖店那麼豐富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就是我們 早期台灣剛開始流行的麻辣鍋吃到飽的湯頭 沒有想到今天人在台北市這邊在吃到這個味道 好懷念喔 好啦那我們就先用這些海鮮做個開頭 好懷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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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下來就讓麻辣鍋三寶讓它煮自己的吧 好懷念喔 好懷念喔 要说它是番茄锅的番茄 它多到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配料来吃 还有我们刚刚丢下去的料应该也都差不多了 来吧小卷 它这个小卷西部的浓郁番茄味 咬下去番茄香从它的身体里面喷出来 还有它这个白虾剥鞋就肉有点烂掉了 不过我是觉得OK啦 来吧大肠 我觉得它今天这个大肠还有牛肚吃起来 跟我小时候吃到的味道几乎一模一样 这些我都好喜欢 我看这个螃蟹我们就先让它放凉了 我们先吃其他的料吧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希望这个美好金黄色敬你们啦 这应该就是碾鱼肉吧 这应该就是碾鱼肉吧 这也很粘气我是觉得 越吃又有情怀 又吃又有情怀 还有它今天现场有手工花枝浆还有炒虾浆啊 这个东西吃起来非常的重央餐厨 来吧 蛋菜串 虽然说它这个蛋菜吃起来稍微有一点味道 不过我是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来说 没什么好咸的 好咸好咸 只不過今天螃蟹它可能沒有到那麼的新鮮呢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現切肉的部分了 好棒喔 好棒喔 這裡也好 有些沾 tongue 咻咻咻 也不可以 味噌 心 hope 西部的浓郁番茄香 剩起來好清爽喔 它這個牛肉有夠肥的 有下去瞬間我嘴巴已經都充斥了它翅膀的香氣 味道很舒服耶 就如它煮之前的模樣來說 就是會讓你吃起來是非常健康 非常沒有油脂的口感 好啦 那我們第一輪食材都已經吃完了 我們等等再來拿第二輪的食材吧 這麻煩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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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那我們第二輪齁 我沒有拿了剛剛吃過的東西 好 好 好 很 好 好 很酷 各位我們吃海鮮喝啤酒的享受真的是舒服啊 不枉費我們今天特地坐火車然後轉捷運過來這裡 雙倍吃起來 Oh my God 今天我們來這邊花六百塊就可以把煩一杯當飯吃了 嗯 嗯 對 北深 她們吃不食 ancora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們來到羊肉片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經典的小羔羊 真的不平地 嗯 嗯 嗯 是說各位 我一直以為他今天的雞肉會是那種圓塊雞肉 結果沒有想到他卻是跟羊肉、鴨肉一樣的都是那種蟲煮肉 好,就算他是蟲煮的,可是他的口感就是跟鴨肉一模一樣 缺少一種軟嫩的感覺 那接下來還有湯底的部分 是沒有想到說他這個豆腐他吃起來真的跟我們以前那個寧記啊 那個年代的火鍋幾乎一模一樣的味道 他的豆腐跟鴨血的口感都是會讓你覺得 十之五味、七之可惜的口感還有味道 好啦,那我們這回合的東西已經吃完了 好可愛喔 好、舒服 好的,謝謝 好,你這裡還有這個 好,你好 很認真 好了各位那我是覺得說 我們這一回合煮個蔥花貝淚鍋 應該就可以準備吃點心了啦 那我們先用這個金黃色淨泥門 算說他湯頭的料理方式也是我們常見的火鍋湯底啊 這種帶殼的扇貝吃起來就是舒服啊 來吧承載著滿滿蔥花的扇貝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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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一下我們這次拿點甜點來吃吧 哦呀各位 我们到最后一回合啦 我觉得已经醉得快差不多了 那我们先从这个熟悉的在地位吃起来 俗话说有钱人的话 它这个盖子啊 他们一撕开就直接丢掉了 连舔都不会舔 虽然在我们眼前的哈根大子 还有莫凡比它固然好吃 可是它这个田农 它吃出是我们台湾的味道 最后我们这种金黄色 敬你们啊 嗯 我们吃饱喝足了 那我们等一下到外面做结尾吧 OK啦各位 我们来到南港了啦 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是火龙岛鸡拼火锅的想法好不好 今天这家火锅店它在位置是临近中校复兴 还有临近东区的一家火锅店 可是它在平日中午 它算人头的话一个人只要600元 而且你一个人来吃的话 它所收的订阅人惩罚费只要50块 所以我们今天整体的话费只要649元 光是今天这样子 我是觉得说比起其他的牛或马的连锁火锅店来说 我是觉得说这样真的会好啊 而且海鲜的部分啊 可能就是些许的东西是不新鲜的 可是新鲜的东西我们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过瘾啊 但是我相信啦 今天它这个收费一样会有人去给你尿啊 老板啊 你这个牛嘛 还有这个蛋菜 我们吃起来没那么好吃啦 那配鸡啦 配鸡啦 说真的吃东西这种想法就是见仁见智啦 但如果你问我说今天我们要再花600多元来这边吃的话 我OK吗 非常OK啊 我们今天光是喝啤酒 还有凡一杯这样自己吃 我们就真的开心了啦 那各位看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 不然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去回复了 还有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 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